大家先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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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地藏经》 我们还没讲《地藏经》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地藏经》跟《地藏菩萨》 就是这里有两个很主要的一个题目 一个是我们叫《地藏菩萨本应经》 就是《地藏经》跟《地藏菩萨》 应该是说《地藏菩萨》跟《地藏经》 《地藏菩萨》 我们中国有北传的佛教基本上有所谓的五大菩萨 如果从出现在印度的这个次序来看 那么第一个是弥勒菩萨 初期的《大圣经》 初期的《大圣经》 那么最早出现的两个菩萨 看不到 第二个是文殊菩萨 尤其在初期的《波勒经》里面 最常见的就是主要的菩萨 大概是这两个 然后开始有所谓的观音普弦 观自在 观音或是观自在 观音跟普弦 然后最后 那么可以说是 我们所压轴出场的 就是最后出 最后的大概就是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出现的比较晚 但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最大 可以说 那么因为中国人种孝道的原因 那么对我们的法会 基本上都跟地藏菩萨有关系比较多 那就是影响比较多的主要是观音跟地藏 那地藏菩萨的出现在大圣经典里面 大概是在唐朝 那流行的话 应该是在 宋草或元草之后才开始流行 大概是这样 因为具体可能就是每个人讲的不太一样 那地藏菩萨 如果在经典里面出现 最早出现比如说华严经 那么它的出现并不是它单独的 因为地藏这个名词 地藏这个名词 那么跟其他的菩萨不太一样 它地藏这个名词基本上是跟 如果你看在华严经或在其他的经典里面 它基本上在比如说日藏、月藏 日藏、月藏 然后金刚藏 那最主要 基本上它都是在谁的后面 在虚空藏的后面 所以我们就知道 虚空藏、地藏 它是成对出现的 那印尊导师有说 它都有所谓的藏 它基本上是 可能跟印度的废头思想 的胎仗思想有关系 但是我们不管 它基本上就是印度的这一些 天神、地神、什么神 那都成为菩萨 这个是大圣经典里面很常见的 那对藏经的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我们再来说 就是它基本上都是从虚空藏 然后它有时候叫做持地藏 有时候叫做大地藏 那有时候就叫做地藏 那后来 比较晚出现的就是我们 地藏跟这个死网 何在叫做地藏网 后来我们很简单叫做地藏网 其实它这个是比较后期才出现的 所谓的地藏王菩萨 那一开始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持地藏 大地藏 或者就叫做地藏 那地藏菩萨的 这个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那我们说普贤菩萨有普贤三经 这个观音菩萨有观音三经 完全类似像这样 那地藏的这样的一个菩萨的性格 通常要透过介绍它的经典才知道 比如说我们说观音菩萨 那其实基本上我们是以普门品 或其他的这些里面知道的 那这个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就是地藏菩萨这位菩萨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菩萨 那有些什么特别 那我们来看 稍微先了解一下这个 再地藏经我们慢慢再来说 然后我们还要了解 这个所谓的地藏经 在大圣经典里面 它有一些什么不一样 在这一些大圣菩萨里面 它又有什么不一样 就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地藏菩萨跟其他的菩萨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好 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 一般人认为的 它专门在地狱 或是 就是在专门在地狱做 就是解救众生 类似像这样 地狱不空 四不成佛这种概念 好 那我们 我们从哪里了解地藏菩萨呢 因为我们现在 在中国流行比较广的 就是这本地藏菩萨本念经 对中国佛教影响 就是对我们现在的中国佛教 唐朝以前都不是这样 就是对我们现在中国佛教影响比较大的 四本经 一本是阿弥陀经 一本是普门品 一本是药师经 一本是地藏经 就这四本 通常的法会离不开这四本经 不管你参加什么法会 通常离不开 这个一定要是我们说世间的 就是我们讲民间信仰的部分 就是佛教已经变成 普罗大众的民间信仰的这一部分 药师经 药师经 这个普门品 地藏经 跟阿弥陀经 所以你看很多法会 一定有这四本经其中一本 大概都会有 那这四本经讲的都是比较 比较一般人 就是现世利益的 那特别是地藏经 他不到提到现世的利益 阿弥陀经是提到往生之后 到净土的利益 那普门品是比较重 比较重现世的利益 那就是救灾没了 那药师经也是现世的 但是重点是 你现世有病难这一部分的 那地藏经就不是了 地藏经一般人认为的就是 你亲属 往生之后 那么怎么样去利益他 就是明阳两立 这是一般人认为的 大概你会发现到影响中国佛教 现在我们一般的佛教徒 一般的佛教徒 很少很少不知道有这四部经的 但是如果我们从地藏经里面 来了解地藏菩萨 基本上远远不够 我们说如果讲净土三经 讲阿弥陀经的 讲阿弥陀佛的净土 有三经嘛 净土三经 哪几本 五量寿经 观五量寿经 跟阿弥陀经 是不是 就三本嘛 叫净土三经嘛 那如果我们刚刚从阿弥陀经 去了解 阿弥陀佛 远远不够 太少了 之教太少 而且他不是那么清楚 那我们从地藏经去了解 地藏菩萨 也一样会偏颇 那五量寿经可以说是 讲阿弥陀佛里面的根本经典 那如果讲地藏菩萨呢 地藏哲伦经 我们稍微来讲一下 有讲地藏菩萨的 有讲地藏菩萨的经典 地藏经 我们基本上 地藏菩萨本院经 这个是 就地藏经 基本上 有 我们现在讲的地藏经 是本院经 地藏菩萨本院经 但是介绍地藏菩萨的经典 基本上叫做地藏三经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地藏经算是 里面介绍最少的 那么也比较 比较不是那么清楚的 就好像阿弥陀经里面讲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 不如 远远不如这个 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的 一样 但是无量寿经里面有讲本院 地藏菩萨里面讲 地藏本院经里面是有提到本院 就是因地 就等下我们再来说 那地藏三经 有没有人知道 地藏十轮经 就是我们就地藏不就不用写了 就是十轮经 地藏十轮经 然后呢 沾茶经 沾茶善恶月报经 然后一个就是地藏本院经 就是我们讲的现在的本院经 那本院经基本上是流行比较广的 那么其他的就我们很少看到很少听到 不过沾茶善恶月报经 从欧益大师之后 那洪益大师开始有在推广 那现在有所谓的 比如说像孟参长老 他们在推广 那么沾茶善恶月报经 那这个比较有问题是因为他有所谓的沾茶木轮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讲这个的差别 那地藏十轮经里面 这三本是有关系的 那么本院经 如果我们这样对照来看 比较来看 本院经应该是比较依十轮经 那么有一点点阿弥陀经依这个无量寿经 有一点点就是小本的 小本的无量寿经 类似像这样 那本院经有一点点是小本的十轮经 你如果对照 我曾经在讲课之前 花时间给他对照看 那前面的 前面的开始 就是地藏经的开始跟十轮经的开始 是差不多一样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地藏本院经看一下 他这个是在道立天空讲的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这个其实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 那你看他一开始 一开始就是 如来 我们看到第二月 第二月 地藏经 卷上 道立天空神通禀 一开始 那 一般大圣经都是这样 放光动地 但是你看他讲的 就是如来 放光明云 然后什么光明云 那什么光明云 后面又什么阴 什么阴 十轮经也是这样的 十轮经也是这样的 然后就很多这些鬼神集会 那就是他有一些内容 跟十轮经有一点点差不多一样 但是十轮经大概很多 地藏经比较为那么多 就三卷而已 那十轮经里面 十轮经里面 如果我们要从大圣经典来说 大圣经典跟阿含经的差别在哪里 你知道吗 大圣经典更方便 讲度众生的方便 我们知道佛法 佛陀说法 那么基本上 就是两个原则 一个叫契礼 一个叫什么 契机 佛陀说法一定是既契礼又契机的 这个如果从初期的大圣的波折经来看 就是像波折经里面讲二道 一个是什么道 波折道哪里呢 这些方便道 其实差不多一样 如果我们仔细看就知道 波折道 波折道正无生法忍之后 那么中严国土成熟众生 就重在方便道 那方便道其实就是 类似我们说菩萨的道种智 一切智 道种智 一切种智 那么就是度众生的智慧 你要知道众生的根基 众生的喜好 众生的这个 他的一个素式的这种 夜或是他的习惯性 他的智慧都到哪里程度 那他需要听什么法 那么他对他比较有利益 那么类似这样这样的 那么他基本上有一个就是 是比较迎合众生的习惯 他的业 他的嗜好 那么去 去引导他的 那这种基本上 波折经里面 波折经里面就是 从波折道到方便道 所以 所以方便 你会看大圣经典很多 特别种方便 从哪里看得出来呢 从强调菩萨的殊胜 为道 强调这个菩萨的威得力 强调你念这本经的功德 多大多大 这个其实就是适应众生的 就是你念这本经第一名 那举个例 我们举个例来说 比如说 普门品 他会跟你讲 你念六十二亿恒德沙菩萨名字 你不如 你如果念六十二亿恒德沙菩萨的名字 天天念 跟你 一时念观音菩萨功德一样 那你这样就觉得 那我念观音菩萨何华德来啊 众生有什么特性 投机取巧的特性 贪图方便的特性 有没有 哪一个方便我就修哪一个吧 哪一个快我就修哪一个嘛 贪图方便 投机取巧 用最少的力量得到最大的功德 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高的成就 这个是众生的劣根性 我们学习佛法千万不要有这种习惯性 这种习惯性 你看起来会比较快 实际上会让你更久 实际上会跟你更久 因为佛法是如是因如是果的 绝对没有投机取巧的这种方法可以用 绝对没有 就好像 就好像 你吃这个东西要吃多少才会饱 或是多少才有营养 你说有没有哪一种方法 我只吃一碗饭 但是我念了之后它变成七份 然后我就不用吃那么多碗了 有没有办法 没有你吃多少它就消化多少 那你不可能我吃一碗可以获得七碗的营养 没有这种东西 但是众生喜欢啊 所以你会发现到大圣经典里面 很多类似像这样的 那越后面的方便越什么 越多 讲的越殊胜 其实就是越离谱 真的 那么佛法里面常常叫做不可思议 那不可思议其实说不是叫你不要想 就是说 它不是言语 不是言语所能说明的 但是后来不可思议就变成 不要想那么多 反正有就对 不是 不是这样子的 那你会发现到 我们刚才讲 比如说观音菩萨普文品这么讲 你念观音菩萨的名字 跟你念六十二亿恒恒的名字 功德一样 到了地藏十文经里面就不这么说了 他说 你念 你看 他就讲 你念 弥勒文书 普贤观音 他把四个普少都请出来了 就表示他在后面 他全面都来了 你看这波勒经只有弥勒跟文书 也没有观音跟普贤 没有观音普贤 也没有那个地藏更没有 就是那个时候还不流行 也没有这个嘛 你念弥勒文书观音普贤 不如你念地藏菩萨 不如哦 不如哦 普门品还讲功德一样哦 那这个就是什么 地藏菩萨更殊胜 所以说方便更多了 好 那么你会发现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你看那个普门品里面 观音菩萨英语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对不对 我们给他算一下有三十二个吧 其实不只有三十二个 但是 他就是 从天到人 然后顶多到 天龙八部那些神啊 什么样这些 就天龙八部护法神这些 但是到了地藏 十问经 或是 他已经不是这样的 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顶多还是 还是在山善道哦 还是在山善道 那地藏菩萨已经可以变成 狮子老虎 然后 变成阎罗王 变成这个 地狱的鬼族 变成 地狱受苦的众生 来度众生 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 他已经 已经 因为他 应该这个应该我觉得 就是说 你如果看那个 《地藏十人经》里面说的 他 他一定有参考普门品 就是他有一些文是很像的 而且 他更超越 观音菩萨有这种功德 我更超越他 就是 想起来就是更殊胜了 那你会发现到地藏菩萨 后来慢慢就是 有这种倾向 久了久了就变成 专门在度地狱的众生 山善道的众生 当然你在地藏上经里面 你可以发现到这个 第一个 他的特点就是 第一个 他在五卓二世 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大部分 在初级大圣里面 强调的就是 你要赶快离开这个五卓二世 到哪里去 到哪里去 到十方有佛国土的净土去 但是地藏菩萨 特别奇怪 他不鼓励人家到十方净土 他叫你在五卓二世 他说我要跟释迦牟尼佛学习 那我就在五卓二世度众生 那地藏三经里面 基本上都这么说 都这么说 那 就是说 我们先了解一下 地藏菩萨跟地藏经 那地藏三经里面 就是说十文经里面 比较有提到 我们刚才讲 气离气疾 那般若道提到的 般若道主要是般若道 那么我们说 大部分的经典 大部分的经典都包含三部分 一部经典是不是 不是合乎佛法 那么他一定会包含这三部分 修多罗 就是经 不管是大圣的小圣的 特别是大圣的 因为小圣的 比如说阿安经 他只有讲很短的 但是他也会有其中 主要一部分就是 就是 什么是解脱 怎么样可以得解脱 佛法简单来讲 就是讲两件事而已 一件事就是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第二件事说 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简单来讲 简单来讲 那么在生长开来 就是所谓的苦极灭道 我们现在有什么苦 为什么 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怎么做 就是苦极灭道 那我们浓缩起来讲 那我们浓缩起来讲就是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就讲这两件事 那再给他简单讲就是 道理跟道路 那多一点就是讲什么 道德 通常所谓的道 不管觉得都叫菩萨道 道理道路道德 好 那么通常 特别是大圣经 因为他多嘛 他有结构 那么如果像阿含经的话 就不一定 如果像杂阿含 基本上都是 比较小的 他只要讲那个理 讲那个道理而已 什么是五蕴 那你必须要正的五蕴无我 他很简单 但是他还是一样的 包含这三个 那么你怎么样去管五蕴无我 那么可以得解脱 类像这样 好 那么我们简单讲说 比如说 那主要是大圣经 那通常 通常 这个 他里面大概都有三部分 那这三部分 这三部分 就是修行的宗旨跟原理 你讲道理的部分 修行的方法跟次第 修行的方法里面一定有次第 第一步怎么做 第二步怎么做 第三步怎么做 最后什么 那第三个 就想修行的书胜跟功德 你这么修有什么好处 你如果不这么修 会怎样 怎样怎样 那有些他会放在前面讲 有些他会放在后面讲 但多数都是你这样修 你会得到什么好处 那 那比如说 如果他叫你念观音菩萨名号 他就一定再会讲 这观音菩萨的殊胜 跟观音菩萨的功德 如果他叫你持地藏菩萨名号 他就会告诉你 地藏菩萨的书胜 跟地藏菩萨的功德 如果他告诉你要往生极乐世界 他就会告诉你极乐世界的书胜 跟极乐世界的功德 大概这样 那 这个一定是有的 但这一部分是众生最喜欢的 但是这个从哪里来 这个一定要从这里来 那这个一定要从这里来 那 那多数的人只是知道 他认为诵经就是修行 我把经念完了 或是我念佛菩萨的名号就是修行 那么我就能够得到这个功德 没有 不是这样 那如果一本经里面只是在强调 比如说这本经里面只是在强调 菩萨的殊胜 菩萨的功德 那念佛的殊胜念佛的功德 都不讲怎么修行 因为他认为 他如果讲 你愿意念佛菩萨你就是修行 这样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不是佛法 也不是佛法 那讲得比较 所以我们说讲得比较详细的 讲得比较详细的 基本上是《十论经》 《十论经》里面讲得到很多 就有很多佛法的概念 那主要的概念 佛法主要分两大部分 一个是比较偏向一般的人建立世间的政见 一个是比较偏向修行人 那 像说当时的沙门 出家人 那比较偏向世间政见 出世间政见 出世间政见 那世间政见跟出世间政见 你们有问题可以直接问 直接举手我们就讨论 通常 通常 第一个一定都是建立政见 一定都是建立政见 然后有了政见之后 一政见起政思维 一政见政思维 才起政与政业正命 然后才精进修政念政定 这个就是 失所成 修所成 那由政念政定去观 这个 你所得的这个出世间政见 而得解脱 或是得你所得的世间政见 而升天 升社界天 或升御界天 大概是这样 那么一定都是由建立政见开始 十方博决犯一路涅槃门 就是八正道 政见开始 那么政见里面 这个世间的政见 跟出世间的政见 那你会发现到 这个本院经里面 基本上他 他基本上就比较提到 所谓的夜报的概念 世间的政见这一部分 世间政见有哪几个 有哪四个 有哪四个 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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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 可见你们都是久修的 久学的 有善 有善 有夜报 有善 有过去 有过去 有未来 有过去 有未来 夜报是通善事的 然後善是善夜 二夜 善夜有善报 二月有二报 基本上是这样 他 他可能是 过去 现在未来 就是过去跟未来的 有烦有盛 那你会发现地藏经比较重在夜报 善恶夜报 善恶的夜报 如果跟 基本上本愿经跟十轮经 可以说是 地藏菩萨本愿经比较是浓缩版的 而且是专门强调夜报的 那么中查善恶夜报经 基本上也是依十轮经的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 那如果我们再从历史的流行来看 我怎么觉得好乐 地藏菩萨在加持的样子 那么 你会发现到 这个 如果是十轮经 十轮经它特别重视说 业 它特别重视业 业跟报不一样 善恶业 它会告诉你 你会看到十轮经里面不断在强调 你造什么业 你命中之后决定下地狱 你造什么业 你命中之后决定下地狱 它都讲这个 它重点在告诉你 你造什么业 你会下地狱 报的地藏经不是这样啊 它告诉你 地狱是怎么样 重在什么报 有没有 地藏经里面它比较重业报的观念 就是你如果造了这个业 你下地狱 那你会受什么苦 受什么苦 受什么苦 就是我们叫做获业苦 那地藏菩萨比较比我们讲说 用什么烦恼造什么业 那你会受什么苦 这个就是报 我们叫做业报 那它比较强调 你在地狱里面你会受什么苦 有什么苦 有什么地狱 有什么地狱 有什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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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十论经里面 它基本上 它没有特别描写地狱的情况 它没有 它只是告诉你 你如果造了什么业 那么你命中之后决定会下地狱 告诉你不可以造这个业 那当然它里面讲的也很多 包括我们说有契 契礼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当然都比较属于契机的 就是事件证件这一部分 比较属于契机的 如果以我们说从历史上来看的话 那么印度有流行的大概 应该就只有这一部经 十轮经 这个应该是地藏经的根本 实际上我们都只知道这一本经嘛 本厌经的话 我们说这个作者是写谁 我们先来看翻译的 地藏菩萨本厌经的 地藏菩萨本厌经的作者是谁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看 作者是谁 译者不是作者 译者翻译的人 翻译的人是谁 四叉烂头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它写的是四叉烂头 四叉烂头 但其实 它在明代开始流行的时候 它不是四叉烂头 流通本不是写 像如果它有流通本 它不是写四叉烂头 它是写法登跟法句 四叉烂头是谁说的 廉子大师说的 但是有没有根据 不晓得 但是它就是说四叉烂头意的 它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相信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为什么它会讲四叉烂头这样的 在明代 基本上 它写法登跟法句 法登跟法句 这两个人翻译的 就像我们现在有一本地藏金 它后面写四叉烂头翻译 它当时的人 明代当时的人 写的是法登跟法句 翻译 那问题是 明代应该是地藏金就开始流行 应该在宋朝开始有流行 宋朝法会开始多 宋朝法会开始多 那到元朝之后开始有超度的法会 但是还是在 都是喇嘛嘛 元朝是藏传国教 那么我们的超度法会是从藏传国教开始做的 因为藏传有所谓的中阴生救度法 人死之后七十九天之内 怎么样帮他超度 类像这样 之前还没有 之前没有 那到了元朝之后就变成有了 专门有做超度的出家人 元朝之前还只有喇嘛生在做超度 元朝之后就是明朝嘛 开始有专门做超度的出家人 叫做瑜伽生 而且你一出家就要先写好 你是要诵经的 要讲经的 还是要禅修的 那么一决定就不能再改了 那只有专门在超度的 那么才可以出去帮人家做服饰 其他的不行 那穿的衣服不一样 那这个到明朝以后就变成 变成一种制度 而且有公定的价格 国家有公定的价格 那你念什么经做什么法会 那么如果是维挪有三大执事 一天是一千文 那一般的人一天是五百文 就五百块一千块这样 那已经变成一种制度 明朝以前是没有的 那又因为明朝地藏经开始流行 跟这个应该也有关系 那就做超度嘛 多嘛 那当然很多经不只是地藏经 那在明朝流行的那个时候 这个廉子大师他是明末的了嘛 明朝是从朱元璋开始的 朱元璋以前有出过家 那么法登跟法聚 问题是这两个人历史上 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 也不知道是谁 都没有记载 那明朝大师 他在写地藏菩萨的序里面 他大概有这么说啦 他说 那因为这两个人出出不明嘛 那你写这两个人翻译的 不容易让人家相信啊 人家不会信啊 那这两个人到底 这本经到底是真的假的 这两个人以前 以前从南北朝时代 东京的时代就 大湾就写金路了嘛 哪一个人从哪里来写的什么经 有实有趣的 是不是真的要看这个经路才知道 可是这两个人都没有啊 那怎么办 联子大师就把它改成四叉烂陀 那为什么改成四叉烂陀呢 因为十轮金是四叉烂陀犯的 但是你如果看本厌经跟十轮经 其实也有一点像 只有这本经应该在印度有流行 应该是从印度过来的 那这两本的话 基本上这个是受这个影响 这个也是受这个影响 但是这两本在印度应该 印度也没有流行地藏菩萨 印度也没有 但是应该是在哪里呢 在榆田 你要知道我们很多大盛经典 都跟榆田有关系 榆田就是新疆现在新疆的河田 很多主持大者 四叉烂陀是榆田人啊 四叉烂陀是榆田人 那像我们像浦门平啊 还有像法华经这一类 像华银经有一些 那么都跟榆田有关系 榆田那个时候大盛流行 现在都是回教了啦 那么那个时候很多的大盛经典 我们这么说啦 就是说 这个十轮经 十轮经 那么传到这个榆田的时候 那么有可能 就是 他有 中查善恶业报经 跟本院经 很可能 很可能啦 就我们不知道啦 不过我们就 就是大概我们从资料上看 很可能是从这个十轮经来的 如果你对照看 你会发现他跟十轮经有关系哦 包括 包括这个沾茶散热业报经 他也是讲散热业报 都在讲散热业报 但是这个除了讲散热业报 他也有讲修订啊修会啦 当然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这里比较没有而已 这个比较 你没有看到里面怎么修订怎么修会 讲四地讲元起的没有嘛 他就是讲业报 然后地藏 然后你要怎么样 眷属往生 然后七七日内 你要讲怎么样怎么样 讲这些 他讲的没那么多 就只要是散的 是一般间的 那这两个讲的多 那自己是三茶散热业报经 他也讲十轮啊 你看他也讲十轮哦 只是他的十轮变成什么 变成木轮 但是他还是十三夜道啊 我记得我刚学佛的时候 就有人在推广这个 推广这个 然后也有瞻茶木轮 然后因为偶遇大师也用 然后就用他来看自己 亲不亲近啊 三二月还剩下多少这样 有没有办法用这样来 来测 他有讲啊 他就说 他里面有讲是说 在末法的时候 没有修定没有修会的人啊 没有修定没有修会的人啊 那么又对佛法没有什么信心 但是有为少善根的人 那这些人要用什么方便 让他相信佛法呢 他讲这个啊 他就开始啊 你就要磕那个木头 石面 石轮 善恶 然后去 然后你要虔诚 然后去 去看这个 你是善还是善多恶多 那善里面是什么善 恶里面是什么恶 反正就用这个 那这个很明显的跟佛法不符合 但是他也说 他说这个是方便 我们就讲方便道嘛 那这本 导师的这本 地藏菩萨圣德及其法门 那么这个 是 这佛法救世之光里面的啦 那另外有一个类似在讲方便道 就华语集应该是第二册 专门在讲 那大圣经典里面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方便道 但这种方便有时候讲多了 就后遗症 有这些就是 就是只相信感应 就没有因果了 就没有因果了 因果一棒就没有了 微信中就没有了 好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地藏菩萨性格里面 性格里面 那么接受地藏菩萨 或是比较清楚的 那么讲的道理比较清楚的 那么基本上其实是地藏十论经 其实是地藏十论经 所以这个应该类似像 净土三经里面的无量寿经 讲的比较清楚也比较完整 那本院经有点点专门针对 因为十论经是你造了什么业 你命中之后决定下地狱 他是下无间地狱 然后他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业 所以你不能造 那么 本院经里面就变成 就开始变成 你下了地狱 因为十论经讲 你造这个业会下地狱 无间地狱 那无间地狱到底是怎么样 就他来介绍 他来介绍 无间地狱是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有几个地狱 做什么股 做什么股 这个是我们现在这样看 因为应该可能还要 如果你们回去对照看看 你们会发现到 大概可能有这种情形 因为这个应该在印度是有的 就地狱菩萨在印度一般来讲 还是有的 但是他应该是最后期的 最早期的就是弥勒菩萨 然后文殊菩萨 波勒菩萨最初的文殊跟弥勒 你就发现到 而且那个时候 就是一开始弥勒是等觉菩萨 就在多帅天 然后后来就是变成文殊菩萨 甚至超越弥勒菩萨 后来就慢慢很多练菩萨 就普贤啊观神菩萨 然后我们说地狱菩萨是最后出现的 那应该如果没有 如果我们 一个依照十文经 或依照这个斩杂经来说的话 地狱菩萨的出现应该是在 大概佛灭后 印度啦 就是初期大圣 已经到流到 合影到后面 大概有可能是 这个佛灭后大概 500年是初期大圣 龙树那个 就是波勒菩萨那个时代 然后在后面大概1000多年 然后可能是这样 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们说 我们先了解地藏菩萨跟地藏经 那地藏三经 十轮经都在讲 你造什么业 但是他有跟你讲哦 我们说 我们说这个 这个一本经里面 修行的原理 修行的方法 跟修行的功德 他有这三部分 那修行的方法有很多种 那么可能看每个经介绍的不太一样 那你修行的宗旨 比如说你要得解脱 你要成佛 你要往生进土 你要升天 就不同的发心 不同的修行 不同的结果 基本上都是这样 总俗托嘛 就是 发心修行跟正果 那一般我们叫做总俗托嘛 那他都会讲这个 发心修行正果 发什么心 那怎么修 那得到什么 他也会讲这三个部分 那我们说基本上 方便到里面 那你会发现到本院经特别重这种 强调 第一个他强调地义的恐怖 那第二个他强调 那么你要 你要怎么样可以不斗地义 或是你的 那你会斗地义 一定是你这一次完了嘛 那你有人往生了 那么你要怎么样预防他不斗地义 并且我们知道的 好像地藏本院经专门在讲这个 那其实所有的大圣经典 所有的大圣经典 只要讲菩萨思想 菩萨道的 通常都是告诉你 比如说地藏菩萨 那他告诉你地藏菩萨的伟大 都是要你跟他学习的 通常都是这样 所有的菩萨都是这样 但是后来变成 变成是 这个菩萨非常伟大 慈悲非常大 威得力非常大 所以你只要找他 他就会帮忙你 而且帮到彻底 就变成是这样 那么这个后来慢慢慢慢就演变到 专门讲功德 讲威得讲功德 因为方便道是在般若道之后的 他目的是 这个方便又 也要让你怎么样 让你弃离的 让你弃入佛法 懂得这个佛法的 懂得修行的原理跟宗旨 懂得修行的方法跟刺定 他目的是这样子的 但是慢慢慢慢 越来越重方便 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 不用方法 你直接 念这个菩萨就是方法 不用赤地 你把经念完就是赤地 结果就变成这样 你这个奏持了 他本身就有那种力量 那这个后来就 大圣佛法后来慢慢走到 变成有点点 有时候跟民间宗教一样 跟民间宗教一样 那就慢慢慢慢 已经 只是讲契机而不契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如果我们讲地藏经的话 地藏经还是可以契机的 只是他没有 比较没有讲修订跟修会 那偏重在什么 戒 为什么 你不可以做什么 做什么 变成是这样 讲夜报的观念 夜报观念里面偏重在戒 那如果是 如果是十轮经跟夜报经 他还是有讲修订跟修会的 还是有 里面还是有的 好 那这个是我们讲 地藏菩萨跟地藏经 地藏经 基本上 我们知道的 有介绍地藏菩萨 比较详细的 基本上就是这三个 那这三个应该就是说 我们说地藏十轮经是根本 那么张查三二二报经 应该也是依十轮经 那么在余田 那么在流出来的 那么本院经应该也是依十轮经 在余田 在流流 像我们这边流到中国来的 那廉耻大师因为看到这个 这个没有出处啊 所以 所以他就直接写四叉难陀 后来我们就变成印四叉难陀 那廉耻大师当然也没有讲 因为他只是讲说 那你 你写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也没有出去 那以后人家谁会信 以后人家写会信 你就直接写四叉难陀 但四叉难陀义的经典里面 其实没有这一部经 其实是没有的 这我们要先知道 这其实 我们很多经典其实也这样 比如说我们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现在是写康生凯义的 但根据研究 那一本也不是康生凯义的 应该是主法复翻译的 那类似像这样的 其实蛮多的 比如说后来说 大圣启示论也是四叉难陀翻译的 那其实也不是 类似像这样 因为他是找一个比较 有权威的人 他比较可信嘛 就 就 就写他的名字就好了 类似像这样 像很多经就是说 都佛说的 佛跟阿难说的 佛跟谁说的 其实大圣经典里面 这些很多都是方便 他不一定是真的 那这个我们就要讲到说 那 地藏经 我们讲地藏经在哪里讲的 在哪里讲的 道理天 那这也有问题 如果我们从契理契机来讲 我们再来说 契理契机就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 他一定会讲修行的原理跟方法 那他怎么得解脱 或是他怎么得正上 那契机就是 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他需要了解什么道理 他才能够向上向上向解脱 一定是这样子 佛法上的趋向 佛法上的趋向 我要跟他讲什么 才能让他比现在更好 这个是佛法的一个 所谓契理契机的 那 如果你到天上讲 假设你在天上讲 当然 地藏经你说 第一个问题是 地藏经 是佛在 佛在道理天讲的吗 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如果是佛在道理天讲的 他会跟道理天人讲 有哪些地狱 有哪些地狱 这些地狱 受什么苦 如果我们想一下 佛会在道理天上 那些人天天受着快乐 那么他会跟你讲 其实你知道吗 有哪些地狱 哪有几个地狱 谁这点受什么苦 受什么苦 你认为会这样讲吗 不会 那不契机啊 是不是 这个是 这个是 我们稍微想一下 当然我们说 大圣经典的方便 其实他不重这些 他这个就是 他在哪里讲 那么跟谁讲 其实这个很多 都不一定是事实 这个从部派里面就开始这样 假设你忘记是跟谁讲 没关系 找一个大家熟悉的 比如说 国王你就找波斯尼王 或是 品博搜罗王 其实他是没关系 重点不在那个是跟谁讲嘛 重点是讲了什么嘛 所以他就 部派时候就这样了 你忘记了 你忘记了 到底是跟谁的 在哪里讲的 其实没关系 你甚至可以说 佛有一天在宜蘭 中道讲课 佛都没有到过中道 但是这个没关系啊 你知道 那个时候就有这样 所以你就 所以十六大国里面 随便举一国 那么大都市里面 守卫城啊 那么 辟舍离啊 你随便举一个 那如果是国王的话 就品博搜罗啦 波斯密啊 幽田王啊 随便举一个 如果是皇后的话 韦提希啦 茉莉啦 那就随便举一个 如果是长者的话 就须达波啦 如果是比丘 阿难啊 舌利福啊 随便举没关系 大圣经典 基本上也是这样 这不判他就这样了 不判他就这样了 所以这一些 有些我们 他的 我们叫做六十成就嘛 佛在哪里 跟谁讲什么讲什么 这些很多都不一定是真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佛真的在那个地方 讲的类似像这样的话 但是大圣经典都会在演 就是他会在补充啊 扩大 然后再深细的解释 那么有这样的情形啊 所以佛到底在哪里讲 那么讲了些什么 在哪里跟谁讲 其实不是问题 在大圣经典里面 一向不是问题 而且他都是表法的多啦 都是表法的多 那 问题是讲了些什么 那如果我们说 是在道立天讲的 在南传的又讲的不一样 南传认为佛在道立天 跟母亲说什么 说什么 说阿比达姆 那你想跟阿比达姆那也没道理啊 这天人你跟他讲阿比达姆 他听得懂吗 那当然南传的是这么说啦 而且他们认为不是在道立天 他有一些人认为 佛的母亲摩也夫人 生下西达多之后七天就死了嘛 生到哪里去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在道立天 这个是最常见的 我们讲的 一种是在哪里 多率天 所以 如果在多率天 那佛就知道多率天了 如果在道立天 那佛就在道立天说法 基本上是这样 那我们要先说的就是 大圣佛法的方便道里面 有很多都是随顺 当时的众生 比如说 那佛曾经道 宜兰中道 这个宜兰人听得就欢喜嘛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他听得欢喜嘛 类似像这样 他跟宜兰的县长 还合照过 他听得有欢喜 总算是宜兰人 类似像这样 所以 在哪里说 有时候 很多都不是真的 那我们说 本院经跟 本院经跟这个 跟这个 沾茶经 很可能是从余田那边 再转到中国来的 非常非常有可能 那莲子大师大概也看了十轮经 然后 再看地藏经 他发现 其实跟四叉兰头的 四叉兰头 四叉兰头 就是余田人 那 有一点点 是 有一些也是 类似 像我们讲前面的那些 那 他 他讲夜报 但是他讲 他讲夜他讲报 那 不太一样而已 其实他有一点像 所以他会认为 就直接写四叉兰头 那么 一般也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何况 大圣经典 像这样的例子 非常多 非常的多 就是说 他不一定是那个人翻译的 但是 用那个人 用那个人的名字 比较能够取信于人 所以 莲子大师就直接把 地藏经的翻译者写作四叉兰头 那 因为 地藏经的话 历来的大藏经 只有明藏才有 明朝的大藏经才有 明朝以前的大藏经 都没有 那 但是 地藏菩萨 地藏经的流通 应该在 唐末 唐朝末年开始就有了 但是流行应该是 明代之后才真正的 很流行 很流行 这个是还有五分钟吗 还是怎样 那 地藏菩萨最主要的 我们说地藏菩萨最主要的性格 基本上第一个就是 他 那个时候净土已经很流行了 初期大圣 初期大圣 大圣佛法 大圣佛法 有主要的几个类别 一个就是波勒经 波勒经跟文书波勒 是一类 一个就是净土思想 它是也很大 一个就是像华元 那 另外像法法其他的这些 有其他一种 那 这个净土思想在当时 已经非常流行 再流行的是 像阿处佛的 然后后来阿弥陀佛又取代阿处佛 然后又有种种种种净土 种种的净土 那当时净土思想 已经非常流行 地藏菩萨出来告诉大家 他就在五浊二世 累结在五浊二世修行 度众生 跟释迦摩尼佛学行 这个是 已经是 算是 算是 就是超越其他的人 跟其他的菩萨做区隔 那 这个是比较 地藏 就是地藏菩萨的特点 地藏菩萨的化身 有地狱身 地狱受苦的友情 地狱的元罗王 当然到底有没有元罗王 地藏经里面也有元罗王 那元罗王的思想 元罗王的思想 很多也跟中国的元罗王的思想结合 所以 地藏经里面 地藏经里面 是不是翻译的问题 我不晓得 因为 在西域那一带 跟中国的 中国的交往也很平凡 很多西域的出家人 都来到中国 像吉尼罗罗子 就在西域待了很久 他基本上也会受到 中国的影响 所以他的 经文里面有一些 中国的元素在里面 像人眼睛也是 人眼睛 中国的元素特别多 就是 属于中国特有的 但有一些是翻译的问题 比如说无量寿经 那无量寿经里面 比如说他讲到 声音的时候讲五音 工商绝子语 那这个是中国才有的概念 印度是讲八音的 哪有讲工商绝子语 但是他有可能是翻译的问题 也有可能 但我们不知道就是 地藏经里面有一些中国的元素 能源经里面更多 其他的经典可能是翻译的问题 特别有点被人家质疑的就是 像孝道的这种观念 那还有就是像 比如说我们说 超度的观念 就是 超度的观念在 就是人死后 超度的观念在 在阿韩清里面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在元朝以前 也没有特别人死时候 做超度的这种事 也没有 你说梁皇宝燦 那不是梁武帝 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了吗 没有 那个没有 梁武帝 梁皇宝燦 实际上讲 跟梁武帝没什么主要关系 那你说梁武帝的皇后 那不是堕入蛇身吗 梁武帝要救他吗 我告诉你编出来的 那么这些 这些很多东西都是 有加入所谓的 中国的元素在里面 那我们大部分的人 没有学到那么多 所以也不知道 反正就这样嘛 反正 那我们说像超度这种事 第一个在佛陀时代没有 第二个在中国的时候 也是到元朝之后 才特别种超度 那也受密教的影响 然后后来就是结合了嘛 密教里面念什么咒 诗词啊 反正这些 这些其实在佛陀时代 都是被打成外道的 然后到了中国 慢慢慢慢 因为中国人其实也不知道 只要 他刚开始是认为 只要是印度的出家人来的 讲的就是佛说的 佛留下来的 但现在其实不是这样 就好像如果我现在去到国外讲 他们认为我就代表佛教 但是我随便乱讲 他们也不知道佛教是什么 那么类似像这样 那么有一些他也会受影响 那我们说像地藏经 地藏经里面还是有很多 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讲 发给这本小册子就是说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地藏经 怎么来看待地藏菩萨 他是伟经吗 这个菩萨是假的吗 不是是真的 要跟你讲是真的 地藏经是伟经吗 是真的还是假的 要看你怎么想 你知道吗 你怎么解读啦 真的你解读错了也变成假的啊 对不对 那你他 其实怎么叫做真经 真经不是佛亲口说才是真的 不是的 他合乎道理 合乎道理 佛弟子讲的 阿含经都不一定是佛说的 舍利佛说的 穆建连说的 甚至是徐达多长者说的 他合乎道理 问题是他有没有合乎证件 世间的证件跟初世间 初世间的证件是什么 对 缘起世地中道无 我们可以讲三法印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其境 一个是讲有 一个是讲无 那无常 无我 无尾 这个是有善恶 有夜报 有三世 有凡胜 通常是这样 我们先下课